好的,各位好,那我们现在要讲解一些关于快速键还有些小工具 在我们音讯编辑上蛮实用的小诀窍 第一件事情,我们目前都是把滑速工具选择一号 我们这个最正常的选取工具的状况下 第一件事情,我们看到这个音讯块的右下角、左下角 都可以改变这个音讯块的边界 那么这是一个,另外一个事情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复制贴上该怎么处理 那一般的我们这个微软的系统最常用的Ctrl-C、Ctrl-V一定是可以用的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瞄准MIC02这个音讯块作为目标 我先按Ctrl-C复制起来Ctrl-V贴上 那各位会发现这个行为方式是 它的贴上会贴在您所选取的音轨 并且贴在你的playhead的位置 所以它的贴上的逻辑是这样子 当然也包括当你跨轨选取的时候 比如说跨了这三轨 Ctrl-C复制起来 那第六小节微头贴在第二轨以上 它会做一个相对的移动位置 这个东西是Cubus的贴上的逻辑 那么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复制呢 快速的复制 有的 那么就是当你压着你的键盘的Auto键 压着不放 用滑速左键拖曳你想要复制的音讯块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在新的位置上拖曳出一个你想要的音讯块 所以请记得Auto键是方便的工具 还有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方法 如果您想要大量的同样段落长的音讯块 并且头尾衔接的话 也可以压着 透过压着Auto键 并且将鼠标移到右下角 本来改变边界的这个位置呢 它现在变成一个画笔的标签了 压着你的Auto键 点选滑速左键往右拖移 它就会一直不停的头尾衔接 帮你复制好你原本想要的这个块